被通缉的确诊者逃离医院 还搭捷运躲回家里头 这是发生在今天凌晨 一名确诊失联者 他头痛睡不着觉 到台北市联合医院的人爱院区就诊 但是他不满医生开给他的安眠药 效果不好 情绪失控 砸毁了筛检站的玻璃 还拔掉其他患者的氧气瓶 警方到场才发现 他是一名有多项前科的通缉犯 最离谱的是 原警解开他的手铐 方便让医护人员帮他治疗 他竟然趁大家不注意 从院外的防疫组合屋逃逸 接着还搭捷运 行进的像是大安台北车站 一共有八个捷运站 最后在龙山寺捷运站下车 逃逸了四个半小时 俨然形成了防疫治安双重大破口 这种医疗暴力行为 不仅是指挥官陈志忠严厉谴责 防务部长蔡清祥也说 绝对会从众求行 一群员警穿着全套防护衣 围着白发男子 帮他穿上隔离装备 带到派出所旁的室外诊讯室 他就是大闹急诊室后 落袍的确诊者 2号凌晨才刚在联谊人爱院区 被压制上后 只见满地玻璃碎片 通通都是被他破坏 还原整起医疗暴力事件 这名70岁的男子 因为睡不着身体不适 到龙山派出所求助 搭救护车送医 院方才发现 他是一名失联确诊者 先帮他打镇定剂 留置观察 结果要效一退 他就开始吵闹破坏 警方到场把人制服 还查获 他是一名伤害通气犯 先是解开手铐 让他接受治疗 再施打镇定剂 并且在外头借户 想不到男子的药效 提早消退 居然就从后门逃逸 为免遭到感染 要求警方自检监外等候 离谱的是 他就这样从医院 走到大安捷运站搭车 沿途到了台北车站 转搭蓝线一共做了八站 最后在龙山四站下车 返回华溪街的住处 整整过了四个半小时 才被警方找到 而台北捷运接获通报后 也紧急消毒 站体以及车厢 严正的谴责这些暴力 那当然在法上面 我们一定会遇遇严惩 确诊还是通气犯 这一闹酿成防疫治安 双重大破口 更让无辜民众 暴露在染疫风险中 法务部长蔡清祥也喊话 疫情严峻期间 发生的医疗暴力事件 一定从政求行 不让保护第一线 医护警销 沦为口号 借张团告子要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